2023香港小姐竞选今日27日在电视城举行 而较早前 港小姐2023亦已经有赛过 冠军由15号庄子玄Hillary夺得 大成为冠军 由面试开始已被传媒关注的庄子玄 一名大学生 现在于香港大学修读食物及营养学 同时亦是前港姐冠军冯莹莹的师妹 身为大的庄子玄早已被传世内定冠军 又难免未跑出是非缠身 更有指他被加利门杯葛 庄子玄凭借168.5厘米 重51千克的完美身形 以及甜美清纯的笑容 庄子玄D次现身面试已经广受传媒及网民关注 有网民他为港版爱佑 而早前庄子玄在越南出外景时 更容越南越爱香港小姐 更加得到TV比试后胡定心的城 取好Sweet 同流配乐有第四都好得体 得到前辈力称呼呼声甚高 庄子玄在IC分享了不少生活照 最早已回溯到2021年分享的海边像 穿着碎花小背心引青 外表十分清纯可爱 当时已颇有欣慰 庄子玄分享了一些到不同地方旅游的相片 当中更不 Cosplay装扮和住个民族服装 by post的相片 更见他看日本 至不知是否实通日文 庄子玄表姐早前曾于小 书大爆庄子玄的可爱撕照 为表妹打气拉票 可庄子玄从小就是美人胚子 不愧为夺得一件中加力最高票数的加力 对于被网民封为港版IU 庄 玄曾受访表示开心 但更希望做回自己 庄子玄 得三甲以大受网民欢迎 早前网上更流出疑似2023 港小姐竞选的赛果 庄子玄被指示内定冠军 姑 是网民恶搞居多 但不难看出网民对她的爱戴 来不少网民都指本届香港小姐没有是非 加力 来非常友好 但决赛前一周却爆出大热庄子玄 为是非人物 有传她是双面人而被其他加力群 杯葛 据指金手指更是另一加力13号的陈小彤 报 称庄子玄自连夺一件中一加力 及越南越爱香 小姐两奖后变双面人 拍摄时狂吃幕后人员卖 乖间大献殷勤 在其他加力面前则大摆阿借款 指指点点 令不少加力感不满 群起杯葛 早前庄 悬于节目2023 香港小姐竞选中级面试做自我介绍 表示自己希望可以在比赛中获得自信与勇气 在问题大考验环节 庄子玄被问到一条颇尾稿 的问题会点样同来地球探索的外星人解释地 人喜欢自拍 他流利间自信地做出回答 指自己同外星人一起自拍 记录美貌 等外星人可以提 什么是自拍 主持人继续提问 画外星人可能样 丑陋 不过庄子玄一成功防守 画外星人在他们中是很漂亮的 谈吐自然 极致满分 庄子玄晋级 得网民赞赏 星岛头条AP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力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https-commer-slash-slash-bit.ly-sunwaylogis